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从16号到18号三天 在花莲县寿峰乡办理111年花莲县苏花公路 七星潭抓交替记 林源深路 领导会员齐安记 祈福法会 花莲蓬莱仙岛道教会理事长张天保 秘书长尤静黄还有道友们 祈求众神护佑花莲道路行车平安 百姓安居乐业 社会祥和 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在农业2月14号 15号16号 也就是国立的3月16号 3月17号 3月18号三天 在收封乡多佛木工道场办理 111年花莲县苏花公路 七星潭抓交替及林源晋升 领导会员齐安记 祈福法会 理事长张天保 秘书长尤静黄一早则前往七星潭布阵 带着东方木工的神像在海滩上订装 引领抓交替林源前往收封乡道场来进化心灵 我们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 基本上民国111年花莲县苏花公路 七星潭抓交替林源晋升 林导会员 基安 对 在市场要让这些林源可以在这里 让木工富翁来这里做主 大家都可以让他们进行 让木工富翁来安排处理 理事长张天保表示 有关于东方木工的慈悲和全国三星人士的协助办理 三天的祈福法会活动可以说是相当的圆满 尤其是花公路安全回调路 可以说是最着重的法会活动 希望透过东方木工的慈悲心 和三星人士的祈福 祈求众神护佑花莲道路形成平安 百姓安居乐业 社会祥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